来了客观 月初作王怪奇宅 有些小伙伴给小青推进了塔巴德 这是部评分较高的电影 看完小青觉得内容的确配得上评分 没有故作玄虚 脉络简单清楚 桌子大概是金币不是玩笑 是要挣来的 小青也不奢望有金币 只希望大家竖起拇指点个赞 传输在印度 掌管黄金与食物的繁荣女神 淡下了1.6亿个孩子 最得宠的是长子哈斯塔 然而哈斯塔生性贪婪 不仅偷了女神所有黄金 还想掠夺食物 震怒的众神将它撕成碎片 繁荣女神已被世人以万为代价 将哈斯塔救回放进子宫 没想到塔巴德村民钻了空子 为哈斯塔设置神殿 以某种方式换取财富 众神大发雷霆 哈巴德从此阴雨连连 1918的塔巴德 红衣女子穿梭在宇宙 她是来给大宅里的村长做生理服务 为的是得到一枚金币 女子是个寡妇 她的另一工作 是给村长奶奶喂饭 由于天气和村长的拖延 寡妇今天回去晚了 她为村长生的两个私生子等得着急 弟弟担忧奶奶会恶行 哥哥拉奥再三思索决定去做饭 两人之前没做过这事 所以拉奥熬好粥要求弟弟去喂饭 他是有些怕的 走廊深处的呼噜声脸眠不绝 弟弟快到时 寡妇回来了 她斥责完两孩子不听话 嘀嘀咕咕的重新煮饭 幸好奶奶没醒 寡妇吃力的剪着树皮 不对不对 是奶奶的脚趾甲 她的脚腕还有条脚类 一个老人为何向着接下球呢 不仅如此 奶奶醒后就会大叫 念叨着不要宝藏放她出去 这个时候只要说出咒语 奶奶就会瞬间打击呼噜 效果比阿弥奥还强 奶奶这么古怪 都与家中掌握的共神取金币的方法有关 一日 寡妇受到严重打击 村长死了 她再也拿不到金币 寡妇决定离开塔巴德 拉奥却舍不得大宅和宝藏 甚至提出叫醒奶奶问情况 寡妇表示不阻拦 她知道儿子是有心无胆 拉奥果然不敢去 也只好认定明天早上启程 拉奥闷闷不乐的走到外面 弟弟挂在树上 说光提到宝藏也会带来不幸 拉奥否认完继续铲草团 突然弟弟发出尖叫 她抬条件树上空空如也 立马跑到围墙 只见弟弟头被石头磕得满是鲜血 寡妇连夜叫车送孩子就医 喂饭的任务交给了拉奥 她交了遍咒语就走了 拉奥一人慌得不行 做饭连言出错 单个之下奶奶醒了 拉奥从没见过这个据说很恐怖的人 她想开门又不敢开 但听到奶奶说宝藏 拉奥控制不住贪念开了门 奶奶模样的确很可怕 下巴被钉子锁着 拉奥单刀直入 询问宝藏是不是在大宅 奶奶只是举着杯子要饭 吃饱才能谈别的 实在没饭吃人也行 拉奥吓得立马跑去厨房 边生火边回想咒语 可她走时忘记锁门 这下咒语还没记起 她就被按捺不住的奶奶 靠住当晚饭 奶奶兴奋至极 她实在太饿了 拉奥的头被卡进餐桌 看着奶奶拔掉下巴的锁 她不断实验咒语 终于在被咬前 说出关键词 哈斯塔 熟悉的呼噜声响起 拉奥安全了 她虽逃过一劫 可弟弟却没那么幸运 半路就没了呼吸 寡妇心一横 直接掉头去了大宅 才又拿到那枚金币 拉奥不知道这事 明明时与妈妈送别弟弟后 她还想叫回大宅寻报 寡妇只是精精祭奠儿子 她掏出金币塞给拉奥 一枚金币以价值不菲 拉奥却不满足 经过昨晚的事 她认为自己有能力折磨奶奶 得到大宅宝藏的消息 到时候就能有无尽的财富 寡妇听到这话激动不已 村长已死 奶奶也因宝藏成为怪物 而自今还那么贪婪 她强迫拉奥 保证永不再回塔巴德 看着母亲痛苦的样子 拉奥最终答应了 然而15年后 她还是回了塔巴德 花样奶奶的屋子悄无声息 所有痕迹都被杂草所覆盖 若是正常人这么多年早已饿死 可拉奥不仅在屋内发现了脚裂 还见到有颗跳动的心挂在树上 奶奶虽长着两根胡须 但还活着 化身大树的奶奶 没了以往的凶狠 知道拉奥想要宝藏后 奶奶劝她别去 自己就是下井寻宝后 变成需要承受永恒的饥饿的怪物 见拉奥心意已决 奶奶提出做个交易 她给出宝藏的所有消息 拉奥则要把她烧死解除痛苦 交易自然达成 拉奥对金币的渴望持续了十几年 她不会犯过这个机会 耗费漫长的时间 拉奥找到了宝藏所在地 她像野人一样回到家中 流浪太久 狗子都不认识她了 这段时间 拉奥没补贴家用 妻子竟然做起抛头露面的生意 卖面粉 拉奥质问她是不是想独立 妻子怯懦地解释 她只是为了生存 两人缠在一起 打着打着变成丝魔 看来夫妻感情也是不错 拉奥与妻子温存完去找债主还钱 债主看中她的聪慧能力 提出 如果没钱可以做三个月的帮工 即将开展鸦片生意刚好去助手 拉奥怎会愿意 现在的她拥有金币 靠着金币 拉奥不仅还清债务更赚了不少 此后她不断往返运 嫁和塔巴德之间 钞票越赚越多 日子也越过越好 债主隐约猜到 拉奥是塔巴德人 传说中能与神做交易的村庄 拉奥并不怕被人知道 因为取金币是需要敲门的 拉奥一帆风顺 债主的鸦片生意却卡在半路 掌权军官胃口很大 而且一个月后要升职 债主必须在这段时间 搞到更多钱续费许可证 这意味着她需要金币 这天 拉奥从塔巴德回归 债主一直笑容满面 问她怎么受了伤 还建议拉奥买辆符合身份的摩托车 直到出门 扯了半天的债主才说 想做拉奥的生意伙伴 她不承认是经纪出了问题 只是说想帮忙赚的更多 拉奥没有答应 取金币风险很大 她不想让朋友受伤 如果只是需要钱 大可开口 但债主为了面子没有求助 拉奥的生活日渐奢靡 宛如皇室成员尊贵优雅 债主心中羡慕不已 再次被军官催促去费后 债主决定行动 她用所剩不多的钱买了个女人 表面是拿来清拉奥的债务 其实暗藏玄机 妻子看到很不满 就算是做保姆 这么年轻的姑娘也是个威胁 可男人失贴 她只能看着女人住到楼上 夜晚妻子入睡 拉奥看着楼上的灯光 久久不能平静 忽然 保姆打开了地板 她提出只要50块 就可以告诉拉奥一个秘密 这点小钱算不上什么 拉奥还想借此一亲方泽 没想到 保姆给的消息 还真是价值连城 原来她是债主 过来拖延拉奥不出阵子的 拉奥哪能想不到 债主盯上了大宅的宝藏 既然好友不忍 她也不必讲义气 拉奥将计就计 故意让债主看到她来到大宅 然后有所保留地掩饰了 从井中取出金币的过程 债主自然上工 迫不及待淋着雨水下到井底 身处还有个被锁的井盖 打开后 是一条泛者红光的通道 内部是巨大的红色半球形空间 带着脉落的墙壁还会呼吸 债主注意到 地面有个盒子 拉奥曾经也拿过 为了金币 债主就算怕是有诈 还是打开了 里面不是机关陷阱 只是个面人 他怎么也料不到 这东西会比机关更致命 面人一露面 债主就被条红色人影扑到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或许后来的拉奥 能给我们解答一下 拉奥下到里面时 深陷墙壁的债主 已然变为奶奶那样的怪物 拉奥心有不忍 他能做的只有念咒使其睡觉 接着 拉奥用面粉在地上 撒了个圈 舒展完身体 拉奥打开了盒子 一个血红的怪物瞬间冲出 他浑身挂满黄金首饰 面人对他有巨大的吸引力 可惜拉奥撒的面粉是个防护罩 怪物进不去 气得跳来跳去 甚至搬了债主的身子 拉奥见仗 大喊哈斯塔 面人也被他扔到一边 怪物立刻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拉奥趁机拉开他的腰带 金币洒落一地 他没贪心 快速捡起几枚就走 一旦晚了 他也会被怪物攻击 临行前 拉奥烧了债主 他不想见到朋友 像奶奶那样活着 大宅有宝藏的传说 的确是真的 哈斯塔沉睡在女神的子宫 拥有财富 却要永远承受饥饿 拉奥的祖先发现了捷径 以地连的面人 取得丰厚的回报 虽须生死赛跑 却也甘之若夷 拉奥就这样保守着秘密 某个雨天 拉奥妻子同保姆发生争执 明眼人都知道 妻子是维护自己的地位 可这没起到任何作用 14年后 印度已经独立 曾经的保姆 晋级为情人 当初妻子的逼迫 让他登上奉台 如今拉奥因身体技能变差 不好捞钱 钱包总是空空如也 情人常常抱怨 但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抱怨后的他 依然叫嚣着靠近拉奥 妻子无比卑微 不仅做牛做马 生的儿子 也都从小接受下井训练 而他连金币 怎么来的内幕都不知道 其实大儿子虎牙并不抗拒 他想以爸爸的 取金币的战绩为目标 长成支撑家庭的男人 拉奥给了机会 下次去塔巴德 虎牙能一起跟着 妻子忙前忙后 做着准备 只希望儿子回来能告诉他 取金币的真实情况 塔巴德依旧满城风雨 虎牙总是好奇 爸爸与宝藏的故事 拉奥不愿透露 只是隐晦地说 被哈斯塔碰到会产生不老 每天吃饭睡觉就好 指不定他今天 还会一个人回去 拉奥没听懂 还认为吃完就睡是种祝福 到了晚上雨水变小 拉奥叫虎牙捏面人 要在里面加点鹅卵石 这样哈斯塔咀嚼的时间就能加长 做好后拉奥一把扔掉 因为这次只是半时间 目的不是为了拿金币 驾到子宫后 要交的只剩面粉画圈 虎牙被墙壁黑乎乎的 债主吓了一跳 拉奥警告 要是被哈斯塔抓到 他也会变成这样 不过没有面人 哈斯塔就不会先身 没想到虎牙悄悄带了一只 拉奥听到心中大惊 然而哈斯塔已现身 他省之悠闲地将儿子拉回面粉圈 都这样了 虎牙还惦记着金币 离开前 硬要去拉腰带捡钱 两度擅自行动 让拉奥怒不可遏 看着自豪的儿子 他毫不客气地给了一顿胖揍 拉奥觉得儿子贪婪 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 父子一脉相承 拉奥撒完气后 又蹚着浑水摸金币 生命换来的东西 不能就这么丢了 回去的路上 拉奥给了虎牙一枚金币 作为行动的奖励 回家后 虎牙将爸爸给的金币巧克力 送给妈妈 却不愿说大宅的情况 妻子觉得巧克力甜 可知道这是拉奥不喜欢的东西后 巧克力变得苦涩 他与情人的地位天差地别 不仅是丈夫 就连儿子也一样 他没给母亲买任何东西 却将整枚金币送给情人 还发誓长大要娶大回家 年纪轻轻野心不小 某晚 拉奥在与官员疏通关系 谈话间还要向情人 炫耀满当当的金币 情人给出积极的回应 可官员抛出个坏消息 塔巴德于上周 被送给了印度政府 以后要去取金币 就没那么简单了 拉奥因此喝得大醉 他将自己攒起来的金币 给虎牙看了 虎牙惊呼 简直够一辈子用 拉奥嘲笑 你怎么跟我妈妈一样 以为一枚金币 就可以用一辈子 这时的他是极其信任儿子的 但情人有意无意地 绣了那枚金币后 拉奥就知道 儿子背着自己搞破坏 气得他狠狠揣了虎牙一顿 情人就在楼上看着 虎牙挣扎间指出 拉奥这么多年一直做错了 既然金币在哈斯塔的腰带 那就要脱腰带 一个面人不够 那就拿很多面人 用完一个再扔一个 拉奥如梦初醒 细想之后觉得可以尝试 这下对儿子的月轨 也没多大的气了 只是让他勒紧腰带 过年就结婚 虎牙反问 那之前呢 拉奥笑了 儿子可跟他一样啊 为了解馋 拉奥带虎牙去肖金库 享受了吧 一致千金 画来美人一项 情人也喜欢这种氛围 只有妻子 为父子二人的形成 充满担忧 决战之日 拉奥与虎牙 不仅做了很多面人 还在各个进口 都做了面粉防护照 虎牙迫不及待要开始 拉奥也期待的 拿出两个面人 殊不知 这将带来严重的后果 拉奥只知道 被哈斯塔抓到 会变成怪物 根本想不到 人要是被吸收 会变成哈斯塔 陨落此地的不知有过多少 面人越多 哈斯塔越多 他们会为争夺面人 互相攻击 碰到防护照也会泯灭 但防护照 坚持不了太久 地面会吸收面粉 虎牙因之前的撞击 晕了过去 灯光在时光的流逝中熄灭 拉奥这才明白 贪念是罪 那就由他开始 就由他结束吧 拉奥将剩余的面人 都绑在自己身上 不顾虎牙的哭喊 毅然决然地爬上绳子 虎牙点亮火柴 看到的是 所有的哈斯塔都往上扑 接着碰到防护照泥灭 子宫再无哈斯塔后 虎牙眼眶寒泪 吹熄火柴 沉寂许久 虎牙才往上爬 洞口没有拉奥的身影 直到出了顶端 虎牙才听到男人的乌页声 拉奥成了怪物 他举起陈迪迪的腰带 招呼虎牙拿走 虎牙手伸了又缩回去 他现在终于明白 只需吃饭睡觉 不是祝福 而是诅咒 虎牙不想让诅咒传下去 他忍住贪念 将灯砸下拉奥 拉奥被烧得很痛 但却露出欣慰的笑容 原来儿子跟他不一样 虎牙空手而归 大宅的门也被关上 三大人的诅咒也就此终结 故事的确是好故事 神话与现实结合 据说塔巴德这个构思 导演用了有六年 结构的确比较简单 从头看到尾 是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由于讲解 有些地方 小心会先整合些 这也就导致少了点神秘感 所以还是推荐看原片的 贪婉贯穿影片全文 小青认为 虎牙只是在模仿拉奥 他从头到尾 都是以父亲为标榜 最初问父亲拿金币 最多是多少 什么时候开始 他的行为 或许这只是崇拜带来的 无意识模仿 因为虎牙能止住他念 面对拉奥的积蓄 他第一个念头是勾用一辈子 可拉奥觉得不够 所以虎牙又想了办法 只是这次他们搭乘了性命 如果没有被贪欲蒙蔽 他们应该能想到 前辈是用了多少人命 才得到最合适的方法 想要创新必要付出代价 影片内涵却是不止这些 女人的地位 妻子与情人的对比 包括没有名说的鸦片生意 都可深究 不过小青更想听听大家的想法 这种有寓意的片子 讨论起来肯定很有意思 那就评论区见了 好了 请您分享是要打烊了 如果喜欢小青制作的影片 记得帮小青点个赞 你们的鼓励 是小青坚持不惜的动力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了 爱你们 嗯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